声音视觉双聚全 学生依据指示模拟驾驶 佛光大学注重生命教育 为了提升学生交通安全弹性 由资讯应用学系 梅河华育基电 制作的机车道路驾驶模拟器 预计明年首播上路 应用新生首席校园路线 让大一不能骑机车的规定 拥有弹性空间 开放大一新生骑机车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同学 都能够先通过我们 这个机车的模拟设计 透过这种模拟驾驶 了解我们整个山上 到山下的路况 了解我们学生 应该特别在哪一个路段 注意到哪些细节 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有一些模型是由我们学生 来设计的 模拟校园道路驾驶 替代过往宣导方式 佛大学生会表现 透过多次讨论 以学生为出发点 讨论改善以及加长层面 学生会会长也亲自实际体验 明显地感受到在路上 在路上骑乘的危险性 那在里面的模拟器 也有模拟真实在道路上 会发生的情景 也能符合我们学校的 尊重生命教育的意涵 校园更依据交通部大专院校 交通安全业务手册 教育层面除了模拟器的建制 在工程执法面也结合 交系相公所建构单一联系窗口 及时处理校园的路线 涵盖区域 让所有配套更加完善 任天卫视林军逸 依然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